走到台北市 滑江橋下面的這個天橋 近看你可能不會有所察覺 不過當把鏡頭拉遠一點點看 有再絕距的你應該不大陌生 這裡是武康仁近期所主演的戲劇 高氏一家所取景的地點 你這樣腿很長 還可以嗎 可以可以 這樣很好 有沒有 假裝你在騎 陽光灑落 不管是遇上舊情人張榮榮 兩人牽著單車 在橋上的甜蜜互動 高層又是跑到沒了 好了啦 來啦 到旁邊啦 有話慢慢說了 又或是入了夜和侄子謝展榮 在家門外展開一段 超過20歲的對談 家人情誼在此匯集 回到現實中 這是1960年代末就存在的 滑江整建住宅 仿製中華商場那種樣子 聽老一輩的人講 都是做那個便面使用 後來就是人潮 可能沒有那麼多就做不起來了 白天也有 那個半夜的也有 還有那個劇組的 有時候來都 整個馬路都封起來 特別的是圓環造型 恰巧分布在柳鄉 華江青山唐布四個里 共多達120只樓梯 上千名的居民 也因為作品熱播 有劇迷真的趁假日來打卡 OK 你是台北人嗎 我桃園人 前幾天才開始追 然後一次追完 我剛好有看到他 有跟一個門派合照 這也是查那個地址是不是 另一個名場景 是喜翔楊貴妹所經營的早餐店 復古裝潢 店紙其實在大直 拍攝過程有不少酸甜苦辣 我也是在這邊被蜜蜂叮的 小心喔 這邊有蜜蜂喔 一針 然後我就直接跪地了 然後我就 那時候好像有分享 發燒嗎 我記得那時候分享臉書 沒有發燒 但是 有點頭暈目瞬 如今店家繼續經營小本生意 提醒若想實際走一遭朝聖 腳步放輕 留給住戶應有的安寧 特別順序 加入這項目卻看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